主日三分钟 圣经十讲 第九讲 对观福音的写作过程 马尔谷福音是第一部首先写成的福音 马尔谷是保禄的传教伙伴 也是伯多禄的秘书 他是一位在希腊地区生长 而懂得希腊文的犹太人 当伯多禄在罗马传教的时候 马尔谷曾任他的书记和翻译员 据说 马尔谷在罗马的时期 为了听众的需要 而将伯多禄所讲授的道理 编习成一本书 即是今日的马尔谷福音 所以 马尔谷福音主要是根据伯多禄的宣讲 以及作证而写成的 时事都具有某一些目击证人的细微小节 而整个故事是生动自然 就是他的特点 马尔谷是最短的一部福音 只有660节 马逗福音并不是马逗中途所写 与马尔谷福音的长短相约 写的时候一定是参照了马尔谷福音 马逗福音第24章 曾经记载了耶稣的末世言论 在这些说话当中 似乎作者已经知道了 耶路撒冷在70年被毁灭的时跡 所以专家推断马逗福音大约 是写成于公园75年左右 而写成的地点大概就是巴勒斯坦北面的安提约基亚 那里是一个外邦人和犹太人杂柱的教会 马逗福音的作者一面引证旧约 去证明耶稣是旧约整个的满全 而犹太民族是真正因许的接受人 而救恩是来自犹太人 但是马逗福音也没有伏略到 耶稣的救恩是为了普世的人类 因此他使得犹太人和外邦人 在信仰上得到了平等和谐的地位 而不会彼此争论不休 《路加福音》的作者是一位医生 他受过高等教育 希列文写得极为优美和流利 是新约之中唯一的外邦人作者 他与保禄关系密切 当保禄逝世之后 他又在《若望中途门》下受教 他一共写了两部书 就是《路加福音》和《中途大事录》 《路加福音》主要的结构 是根据《马逸谷福音》而来的 《路加》和初期教会的中途 和重要的人物来往 为他增添了不少独特的资料 其中最特别的就是《路加福音》 第一章和第二章 讲述有关耶稣的童年史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关于圣诞节 和耶稣早期生活的重要资料 《路加》他是一位心底善良的人 他懂得如何去同情人世的一切痛苦 所以对天主的人词 和耶稣对弱小人的同情心 描写得特别细致 可以说的是一部宣扬天主 仁慈的福音 《中途大事录》 实际上只记载了两位主要的中途 他们的重要行事历史 前半部记载了初期教会 在圣神降临之后 于耶路撒冷 以及撒玛利亚发展的情况 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伯多禄 他和其他的中途 在圣神的领导之下 逐渐在耶路撒冷将教会建立起来 然后就传到撒玛利亚 和犹太境外的地方 并且打破了犹太人合爱的民族主义 将福音传扬到外邦人的中间 而后半部的大部分 都是记录保禄中途的 三次传教旅行的经过 《中途大事录》 记录了很多初期教会发展的资料 确实是很宝贵的一部书 求主恩赐我们智慧 能够透过勤读圣经 更加密切与主来往 接受圣言的引导 参与主的救恩计划 让圣言滋润我们的心田 在生活之中 结出美好的果实